來 子晴 好 你遇到什麼鬼 就是白木鬼 白木鬼最討厭 特點是什麼呢 沒有眼珠看不到人 相處方式能閃多遠就閃多遠 對 我最討厭這種就是 會把別人那場子 當自己場子過的人 尤其是生日 很多 對 因為像我有一年過生日的時候 就是這位朋友就來 然後我那時候辦在酒吧 當時的那個女生朋友來 你知道他就把自己當壽星 就一直到處灌酒 然後看到人就說來喝 然後或是拿那個鳥嘴 就灌每一個人酒這樣 然後因為我有些朋友 就是他們可能隔天要上班 或者是就是比較不會喝酒的人 他都不管 然後其實跟人家也不熟 他就一直灌人家什麼 3秒 5秒 你幾歲 20秒 就一直狂灌 然後灌到就有一些朋友就喝醉了 然後隔天就抱怨說就不熟 然後那個人一直灌酒 我就覺得很丟臉 然後而且他後來 就是他自己喝得很開心之後 他還去跟包廂裡面的男生 摸來摸去 對 然後他甚至是 妳有這種朋友怎麼不介紹給我 沒有 因為妳跟你想被摸 長得好看 妳真的不適合被摸 長得好看嗎 明年生日 明年生日邀請玉琳 她的外型是怎麼樣 就是是有氣質的女生 本身有氣質 我們都咬蝦丸體了 氣質 但是很愛幫她 好啦 我先預約 妳真的把她找來對不對 妳什麼時候生日啊 我今天是生日 今天什麼日 生日快樂 好 生日快樂 來啦 運氣也太好了 我剛好是快樂鳥日子的原唱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祝妳吃咖兩千三百五六十歲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祝妳吃咖兩千三百五六十歲 HAPPY BIRTHDAY 好啦 明年我盡量再邀請她來 好 進包廂 然後給她亂摸 然後呢 對 亂摸 因為畢竟我們辦在酒吧 其實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當然 她這樣摸一摸 她就把男生拉鍊拉下來 什麼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因為我怕 妳要不要叫她來當助理 妳要不要叫她來當你助理 但玉琳哥 妳就會每天都有拉一天 這樣我補品要吃更多 馬卡 以前玩這麼兇 這太遠拿下來 我那個路容要整根拿來啃 才有辦法應付她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不是很雅觀 所以就過去阻止他們 然後就這樣子才拉開 那些男生跟女生這樣 結果我自己是壽星 開心地辦完生日之後 大家都走了 然後她就躺在那兒 睡著了 沒有人顧她 叫不起來 對 然後我就只好把她送回家 等我回到家的時候 壽星本人已經早上七點了 天啊 我就覺得我的生日 過得很辛苦 很辛苦 妳那個朋友喝糠之前 是一個有氣質的 對 就是她反差很大 高貴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她會變身 像Melody這麼漂亮 長這樣 我喝水酒沒有這樣子 我喝水酒 第一屆人喝酒會說 來 倒酒 這個公杯喝掉 對 算是瑋茵人 沒有 她就是公杯 一喝掉以後 30秒後 她消失了 來 我有先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見過 她打開包廂門離開 她都是 來 公杯 乾 她是 沒有 她畫成 她就 我用這種巫婆 輕舌吧 對 輕舌吧 這不是怎麼搞得不見了 這樣子大概五次有了 那是妳沒有注意 妳在注意其他事情 她明明坐我旁邊 她有時候有笑對不對 她 位子空了 碗筷還在 她是仙女 她是鬼了 仙女走了 好了 有了這次經驗之後呢 這個白木鬼就是我被嚇到了 所以隔一年我想說 我不要再辦生日了 因為我怕她來 結果她非常的熱情 在我生日前就說 妳今年幾號辦生日 我說沒有 我沒有要辦今年 她就說沒關係 妳生日怎麼能不辦 我來幫妳側辦 我的天啊 然後我就傻眼 我說 拜託妳真的不用 我不想辦 結果她就幫我約了一群朋友 去KTV 結果我那天人到後 他們就狂點酒 狂點吃的 然後呢 到了之後呢 還點了我以前 但是呢 大家會叫我唱嘛 我一拿起麥克風要唱的時候 她本人就在旁邊 也拿起麥克風 唱得比我還大聲 這種真的很煩 對 所以我就把麥克風放下來 就不唱讓她唱 然後她又說 妳打快唱 妳的歌妳自己不唱 對 然後我要唱 她又唱得比我更大聲 然後我就覺得很痛苦 然後後來我覺得 是我就算了 然後現場還有一對是情侶 他們就點那種 對唱的歌曲 她輕唱喔 唱比麥克風 輕唱 比有麥克風的人還大聲 她什麼都要唱幾個呢 情侶都要翻臉了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人很恐怖 這種白木鬼 我希望她永遠消失在我的生命當中 徐瑋儀妳到底要不要講 我遇過什麼鬼 太好笑了 我跟你講我遇過的鬼 就是剛剛大家都有發現 就是神經鬼 神經鬼 就神經兮兮的嗎 就是很容易大驚小怪 然後會自己嚇自己 她自己嚇自己就算了 然後身邊的朋友還會被她嚇到 所以這種就是真的要 因為呢 我有一個國中一起長大的姐妹嘛 然後因為前陣子 就是去年就分手了之後 我想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很寂寞 每天回到家做飯 都只能做一個人 所以我就跟她說 那不然妳來跟我一起睡 這樣的話我做飯的時候 可以煮兩人份比較好做這樣子 她就來跟我睡 然後可是因為我很常 有時候工作會比較晚回家 或是外景有的時候 兩天一夜 或是四三天兩夜不在家 我就說那妳也繼續 妳就是持續做家 然後後來有一陣子呢 我出外景回來之後 她就是跟我 就是半夜喔 我已經睡著了 半夜我早上起來看 我想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就說 沒有 我只能睡到一半 突然砰一聲 然後呢 就是一直有那種砰砰砰的聲音 然後她覺得我家 我就說沒事沒事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了 妳不要緊張這樣子 我就回到家 我就去看 因為我們的床 那個牆壁的另外一面是更衣室 我想說 會不會是東西整個衣架倒了 還是什麼的 我很緊張 因為更衣室是只有我在用它 不會用那一種 然後我進去我就發現 不就是 撐衣架掉下來而已嗎 因為撐衣架 它有一個黏的 固定的跟撐衣架 撐衣架能到砰砰砰 不知道什麼成果 對啊 就是砰砰 兩聲掉下 它可能又再 就是掉下來之後 又再撞到東西 就是砰砰砰 現在那種骨牌 就是東西掉下來 連環倒 她就說沒有 真的很可怕 剛剛妳要回來之前 我明明睡覺前 已經把那個窗戶全部都關起來了 可是我一直聽到 游泳這樣 的聲音 窗子沒有關好 就會有那個灌封的位置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跟你說 真的沒有 我家是新房子很正常 然後我後來知道為什麼 因為板班睡覺之後 會把那個窗戶拉開一個縫 所以她都會覺得半夜有呼 她明明每天我好像都有關窗戶 但是都有聽到那種 呼呼呼的聲音 那個自己在嚇自己 對 妳知道台南有一個飯店 聽說那個飯店以前是 那個槍 就是在槍斃人家的那種 行程 我們去住的時候也是很緊張 朋友也是說半夜有鬼在叫 後來是她 她睡著了 然後就聽到 然後這樣 她有一隻鬼這樣 對 妳知道房間的英文房間 對不對 妳就是 有這麼低音的嗎 沒有 我們台灣人是說叫床 但是外國人他們是說叫 潤 對 叫潤 房間 妳要把那個 把它分開 R O O M 對 有次來宣傳兒童的 妳怎麼叫我講這個 姿勢 姿勢 妳不是合家觀賞嗎 而且因為本來康康哥要來介紹兒童 那這種的題材最適合報金鐘獎 對 本來這集設定是要 已經被你搞什麼了 我一直被你搞 來 姿勢 但是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好像 應該大家身邊都有高敏兒吧 就是高敏感的朋友 非常容易想很多 就很容易胡思亂想 然後因為像我自己有個朋友 他是高敏兒 然後我們就是之前有一次聚會出去 結束之後他就傳簡訊給我 他就說你是不是對我哪裡不滿意 我今天做了什麼讓你不高興 然後我就想說 有嗎 對 我就一頭霧水 因為我只是因為那天工作一整天很累 所以我聚餐的時候就是看起來很累 也沒有跟大家互動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像這樣高敏兒就很容易被影響 然後他想很多之後 他的皮膚也很容易敏感 他就會一直抓臉 然後就很容易紅腫 然後或者是破皮 對 那很嚴重耶 焦慮的行為 就像很多摳手 摳腳 對 所以他就很常會這樣摳